身穿滑服現身時尚派對 孟耿如衝刺事業 今年工作滿檔 卻在此時弟弟金船 在上週三輕生 曾在鏡頭前呈現低落情緒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孟耿如弟弟孟耿德 今年才二十三歲 從小讓爸媽有點操心 爸爸是調查局退休官員 孟媽媽則是網路美食賣家 夫妻倆育有三姐弟孟耿如排名老二 親身的弟弟孟耿德是老妖 也是家中獨子 外型斯文秀氣也神似姐姐 有男版孟耿如稱號 孟耿如時常在網路 PO出跟弟弟合照 姐弟倆感情好 但弟弟疑似因為長期精神狀況不佳 無業在家中 讓家人有點擔心 上個月二十六號 孟耿如才幫弟弟慶生 不只在IG貼上合照 更寫下家人不求別的 求你平安快樂 當個善良的孩子 永遠愛你的感人自聚 沒想到仍難以阻止悲劇發生 平時弟弟愛彈吉他 如今要面對弟弟奏事 孟耿如經濟人透露 他現在很難過很堅強 只想幫忙照顧家裡 也會顧好家人和自己 未婚夫黃子嬌則不捨表示 孟家這陣子都在建立處理後事 努力把情緒維繫 請各位多多包涵 會盡力陪孟耿如走過這一段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二十六號是孟耿德頭妻 交往剛滿一年的女友傷心欲絕 更別說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孟家惡老 心情悲痛可想而知 記者說營業李玉涵 他也報導 平面媒體 封立 五號